全球水产业界年度规模最大的活动 亚洲海鲜展9月11到13在新加坡登场 吸引了全球包括中国、澳洲、挪威、日本、台湾等40个国家 超过350个厂商参展 2023亚洲海鲜展不仅是历年最盛大 同时也是日本排放核废水之后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的海鲜展 因此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了食品安全上 有比于中国大动作禁止进口日本水产 新加坡政府认为日本核废水对新加坡水域及周围海水质量 带来的影响不大 因此只会密切留意水产的辐射量不会禁止进口 如今日本也派出代表参展 积极向国际市场展示日本水产 就是希望以行动降低外界对核废水的忧虑 当我们买到我们的食品从日本 我们与我们的食品自己的担心 我们去查询一下他们的工程线 我们查询一下他们的试试 尽管根据西大坡食品局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中从日本进口的食品 占食品进口总额的比例 一直低于1.5% 但还是有民众担心沸水会影响食安 纷纷减少购买日本水产 就连当地日式餐厅的定位也出现下滑趋势 为了让民众吃得更安心 许多餐厅也积极找寻其他国水产的替代方案 目前为止对台湾这边收获的一些水产品 基本上是安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对日本水产品有疑虑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台湾一个安全的 然后又是高档的加工水产品 应该是一个有助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透由这一个展览 能够再把我们厂商的产品 能够更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的遗传药器捕捉之前 就会去这个遗传先测试 先测试再采样 检视都没有测射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才会开放 让我们捕捉秋刀鱼 所以我们台湾的秋刀鱼是非常安全 民以始为天 各国政府和水产供应商 如今只能透过严格把关 让民众吃得更安心 将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负民影响降到嘴滴 以上就是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每周六晚间八点 看见新东协用一小时 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震惊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